台北市有个大学生把机车停在校园围墙旁边 日前被小偷给偷走 虽然当天他立刻向派出所报案 不过这个男大生过了两天去警卫市调阅监视器 发现说警察根本没有来把监视器画面给调走 后来呢才把这个监视器画面他自己提供给派出所 但是呢远警态度也很消极 让他觉得很生气 但是呢警方解释说 其实在报案当天 他们就已经拍下了监视器的画面 他们绝对没有消极办案 晚上八点多 男子走到学校外面的骑楼下 左看右看 选中一台新车坐上去发动 他那台可能就是试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所以他就一台一台换 他可能就是有点 有点就是乱枪拔鸟这样子 如果不行再换一台 走到这台白色机车前面 趁私下无人又坐上去 双手不断烦怒 听到有人经过还刻意下车闪躲 等到人都走光了 他才回来发动机车直接骑走 那我车可能就运气比较好 被他示众了 那他还在附近就徘徊一下 然后还看监视器的画面 是还顺便偷了一下安全帽 然后才把我就是车子才骑走 大同大学围墙外 机车失窃已经不是第一次 才高买两年的宝贝机车被偷走 让陈同学好生气 向派出所报案 没想警察办案态度却很消极 当天马上我就很快去备案 但是就是过两天以后 我去询问警察 他们的办案进度以后 就发现他们连来 掉监视器的这个动作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自己去弄 那我还 所以我就还特地 帮警察备份的那个监视录影器 然后拿去给警察这样子 有掉了没掉 我们有了 这后去 我们当初案件受理的时候 本来就有处理了 警方诚信案件受理当天 已经有和陈同学到警卫室 翻拍监视器画面 也掉跃其他路口监视器 至于被指控在状况外 远警也很傻眼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成了一场罗生门 终于新闻杨中盛杨荣 泰报导